9月16日,阿根廷央行,继续暴力加息,将基准利率,上调550个基点,至75%。 这是该央行,今年以来的第九次加息。 阿根廷只是一个缩影,全球主要央行,正不惜一切代价,掀起一场,你追我敢示的加息狂潮。 并且在本周,就将密集上演。 比如,日本央行将公布利率决议,在屡次发出口头干预,并实施汇率检查机制后。 市场关注,日本央行是否还会按兵不动。 英国央行也颇受关注,市场预计,英国央行,在本周加息75个基点的可能性,为79%,届时将成为,自1989年以来,英国央行,最大的加息幅度。 迄今为止,今年约有,90个国家的央行,开启了加息,其中一半,至少一次性加息了75基点。 由此引发的,是15年以来最大规模的,全球加息潮。 一切的一切,就是因为美国开始了,过去20多年来,最激进的一轮加息。 而即使是远隔重阳的国内民众,一样也能感受到,这场加息带来的冲击。 而这种冲击,还是多方面的。 美联储加息,带来最直接的市场反应,就是美元走强,随之而来的,就是人民币走弱。 对于那些,需要使用美元,出国留学就医的民众,人民币贬值,就是直接可见的损失。 事实上,人民币贬值带来的损失,并不局限于此。 应该说,几乎对国内所有人,都有影响。 因为人民币贬值之后,意味着,中国进口商品的成本,随之增加。 而这些成本,最终都将体现在进口原材料,和相关商品的价格上,对国内,带来出入型通胀。 这也就意味着,即使大部分人,没有出国的需求,但美元升值带来的压力,还是会传导到每个人身上。 对于普通民众而言,货币贬值带来的通胀,意味着要比以前付出更高的价格。 从某种意义上说,国内的每个普通民众,都将承受美联储加息带来的代价。 除了汇率损失之外,股市损失,是美联储加息,带来的另外一大冲击。 美联储3月份加息以来,美国股市持续大跌,可以说已经跌入了穷市。 虽然A股市场,相对美股而言,还算比较独立, 但一样也无法完全摆脱,美联储加息的影响。 最近几天,A股表现得如此糟糕,一定程度上, 就是因为美联储的鹰派预期,不断升温。 美联储的上一轮加息,是在2015年到2018年。 在此期间,上证指数从5200点,跌到了2500点,跌幅过半。 A股的那一轮下跌,虽说不完全由美国加息所引发, 但至少在时间节奏上,和美国加息周期同步。 而这一轮美联储加息的力度,将远远超过上一次。 A股市场接下来,恐怕也很难乐观起来。 和外汇股市相比,楼市对美联储加息的反应,相对之后。 但是压力会随着时间推移,慢慢显露出来,而且杀伤力更大。 美国2008年,次贷危机,以及上世纪90年代,日本楼市泡沫破灭。 这两次史诗级的楼市崩盘,直接导火索,都是加息。 对美国民众而言,加息给楼市带来的,最直接冲击就是,提高了利率负担。 目前美国的房贷利率,飙升至6.01%,为2008年以来最高。 而在去年的12月,房贷利率,才3.11%。 对于未来打算买房的人,这意味着,购房成本越来越高,购房能力明显下降。 而对于已经买房的民众,意味着每个月的还款支出,将大幅增加。 严重情况下,可能会引发大量断供。 所以,部分学者,已经开始担心,历史会重演。 2006年,美国抵押贷款利率,也曾迅速飙升。 高利率使大量借款人,拖欠次级抵押贷款。 最终导致金融市场动荡,股市崩盘,为2008年金融危机,埋下了伏笔。 随后,房价暴跌,全球经济陷入了,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。 据目前统计的数据,美国7月新屋销售,已跌至6年低点。 二手房交易和单户住宅开工数,均为两年低点。 截至7月末,美国有46.4万套新房代售。 创2008年以来,最高库存记录。 在加息影响下,美国各地的房价,创下11年来,最大跌幅。 其中西海岸跌幅居前,这里面,又以加州圣河塞的跌幅最大。 三个月内,房价下跌了10%。 销量方面,7月份加州单户住宅销量,环比下降14%,同比下降31%,连续第13个月,同比下降。 7月份公寓销量,环比下降18%,同比下降36%。 要知道,加州是美国经济最好的州。 圣河塞,被称为硅谷的中心。 这里有很多,大型高科技公司。 其房价中位数,比美国其他城市,贵三倍左右。 华人在美国购房,大约半数,都选择加州。 然而疫情影响,很多科技公司,让员工在家办公,人们不必挤在加州买房,需求有所减少。 而加西市的,加州房价的进价比更低,因此房价跌幅最高。 此外,西雅图,旧金山,洛杉矶,丹佛的房价,也出现了明显下降。 总而言之,美国房地产市场,正在大降温。 加西对楼市的冲击,不止在于美国,还会传导到,其他很多国家。 因为有些国家的货币政策,就是跟随美国的。 美国加西之后,这些国家,就不得不同步,甚至提前加西。 这就意味着,美联储一旦加西,全球很多国家的购房者,都将面临房贷利率,大幅攀升的压力。 比如澳大利亚、加拿大、英国、新西兰等国,跟随美国脚步加息后,房价也都开始掉头向下。 今年8月,加拿大平均房价,较二月以下跌超过了20%。 根据澳洲房价指数显示,悉尼在过去的几个月内,房价暴跌了8.1%。 而墨尔本,也大跌5%。 五个首府城市的总房价,从最高点下跌了4.9%。 另外,上个月全英房屋的平均价格为293,221英镑,逐月下降0.1%,是自去年6月以来的首次下降。 美国这轮加西,至少要持续到2023年年中,也就是明年下半年。 在这个过程中,加拿大、澳大利亚等热门移民国家,房价都会出现一波下跌。 所以,就算去海外买房投资,目前也不是一个好选择。 对于中国而言,由于货币政策,并不跟随美国。 所以,美国加息带来的楼市压力,不会同步传导到中国。 但是,这并不代表,美联储加息对于中国楼市,就没有影响。 因为,在美联储加息的同时,中国进入了,降息周期,由此会带来,较大的资本外流的压力。 如果出现,大规模资本外流,就会以另外一种方式,对国内楼市带来冲击。 汇率股市楼市等,资产价格的损失,是美联储加息,给全球民众带来的,最直接的影响。 更深层次的,还在于宏观经济层面的冲击。 美元之所以,在紧缩货币时,能引发全球性冲击,是因为,美元是全球最主要的储备和结算货币。 很多国家的货币,都以美元为毛。 但是,这些国家的经济周期,和美国并不一样。 当美国根据本国经济需要,实施紧缩货币时,其他很多国家的经济周期,可能需要放松货币。 这种周期错位,就会给很多新兴经济体,带来悲剧。 这一轮美联储加息,很多国家,为了避免本国货币贬值,造成资金外逃。 开始和美国同步,甚至提前加息。 但在当前,全球疫情的冲击下,这些国家,更需要一个宽松的货币政策,来刺激经济增长。 所以,美联储加息,会给很多经济体,带来极大增长压力。 让世界很多国家极度不安,但又无计可施。 从历史上来看,美联储每次加息,基本上都在全球范围内,产生不小的影响。 上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,90年代的东南亚金融风暴,以及1999年的俄罗斯债务违约等等,都是由美联储加息所引发。 上世纪70年代,美国财长康纳利,曾经说过,美元是我们的货币,但却是你们的问题。 50年前的这句话,非常直接地指出了,美元霸权对全球的影响。 可悲的是,到现在,也依然成立。 就连最近,俄罗斯总统普京,在肯定中俄经贸往来关系时,也是用美元,作为价值尺度衡量。 他说未来几年中俄贸易额,有望突破2000亿美元。 这无疑是,非常讽刺的。 一方面,普京与美国势不两立,对其进行的制裁,深恶痛绝。 另一方面,却依然下意识地,用美元作为价值尺度。 这说明,在全世界的价值体系中,如果不用美元标价,人们甚至无法对一个商品货值,进行价值衡量。 可见,美元体系,是多么根深蒂固。 疫情期间,美元创记录无底线的印钞,让很多人预测,美元要崩溃。 然而我们看到,最近一年,美元不仅没有崩溃,反而将所有的主要竞争对手,都逼至墙角。 欧元与日元,对美汇率都贬值了,15%以上。 人民币贬值,也高达10%以上。 的确,美元霸权,并非无法动摇,但在当今世界,还找不到与其抗衡的货币。 唯一能打的欧元,自身危机重重,经济势头,也远不如美国。 人民币,那更是任重道远。 有人问,原因为何? 美元的确在堕落,而其他货币,也好不到哪去。